黄荣是金庸先生笔下最为优秀的女性角色之一 她是射雕三部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不仅是郭靖的妻子 也是整个故事情节的关键人物 黄荣在小说中的形象 凝聚了金庸先生对女性的理解和崇敬之情 第一次出场时 黄荣是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小乞丐 这个场景充满了贫穷和苦难的气息 但黄荣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放弃生活 她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 并且拥有着惊人的聪明才智 在郭靖的帮助下 她逐渐走出了贫困的生活 开始了新的人生 初次恢复女儿身时 黄荣穿着一袭白衣 站在湖边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美丽和聪明才智 让人们不禁为之倾倒 而她与郭靖的相遇 也为整个故事情节奠定了基础 黄荣的形象丰满而真实 她的善良 智慧 勇气 坚韧和果敢 让人们为之叹服 金庸先生笔下的黄荣 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 也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她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女性 而是一个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强大女性形象 在1958年第一版《射雕英雄传》播出后至今 扮演过黄荣的女演员 已经有20多位 不同的演员扮演的黄荣总会有差别 不知道你心中最理想的那一版黄荣是哪一位女演员扮演的呢 下面目可跟大家聊一聊五个不同版本的黄荣 到底谁的表演或者外表更符合原著 一、李一彤 最新版黄荣 2017年1月 由蒋家俊导演杨旭文 李一彤等主演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播出 为什么要先提这一版的《射雕英雄传》呢 很简单 这几年金庸翻拍剧的口碑最好的就是这版 豆瓣评分高居8.0 这版《射雕英雄传》大部分用的都是名气还很小的新人演员 但是整部剧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目可个人觉得李一彤饰演的黄荣非常出色 从年龄来看是符合原著的 并且他也成功地捕捉了黄荣这个角色的个性和特点 以及金庸小说中描述的黄荣的风格和情感 李一彤在表演中展现了黄荣的机制 聪明和独立 他的表演也非常自然 细腻、真实 当然,演员很难做到完全符合原著的表演 也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李一彤所饰演的黄荣少了一些小心机 这一点是挺遗憾的 不过,李一彤在表演中运用了很多细节和技巧 使得角色更加生动和有趣 例如,他的表情和语气都非常自然 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不管怎么说,李一彤饰演的黄荣还是挺成功的 他的表演非常出色 成功地呈现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和魅力 2、林依晨 2008年唐人版《射雕英雄传》 由胡歌、林依晨等主演的《射雕英雄传》口碑不太好 改编的太多 乱改剧情 台词出戏 整部剧看起来就是一部古偶剧 林依晨在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饰演黄荣 其演技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林依晨饰演的黄荣表情丰富 能够通过微笑、眼神等细节展现出角色的情感和内心变化 让观众更容易被角色所吸引 黄荣是一个机智、聪明、活泼的女孩 林依晨的表演能够很好地展现出这一特点 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智慧与灵活 但是 木可认为林依晨在表演中的风格稍显偏重 给人的感觉有点过于演戏 在某些场景下可能会让观众感到有些不自然 在表演情绪转换时会显得略显生硬 没有完全描达出黄荣角色的复杂情感 虽然林依晨的表演能够很好地展现出黄荣的机智 但是在表现角色的独特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缺少一些特别的独有的表演元素 3.翁美玲 她离开后 世间再无黄荣 83版的射雕英雄传是一部充满了魅力和艺术感的电视剧 从一部普通的影视剧变成了中华文化精髓 她成功地将金庸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转化为视觉语言 让观众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小说中的情节和情感 该剧的演员表现 剧情紧凑程度 角色形象塑造 以及拍摄制作水平都堪称一流 这部剧无论是跑龙套还是配角 主角 都是无法逾越的经典 而翁美玲饰演的黄荣是这么多部射雕英雄传中最好 最完美的 至今都无法被超越 翁美玲饰演的黄荣 给人的印象是机灵 活泼 聪明 自信 非常符合原著中黄荣的形象 她的表演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角色的个性 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演技功底 剧中的翁美玲 仿佛就是金雍笔下的黄荣 古灵精怪 与射雕英雄传中的形象完全贴合 只要看过的人 无一不被她的魅力给迷住 可以说翁美玲将黄荣演的入目三分 毕竟金雍笔下的黄荣是个不受约束的野丫头 同时具有娇俏 聪明 灵气甚至是带点狡猾的性格 却被翁美玲给演逼真了 成了永流传的经典之作 翁美玲在塑造黄荣这个角色时 注重细节的表现 比如在剧中 她的表演非常逼真 能够表现黄荣的各种情绪 比如机灵的眼神 自信的微笑 以及幽默的表情等等 她的表演细节非常丰富 成功地将黄荣这个角色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让人遗憾的是 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翁美玲被情所困 用极端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翁美玲离开后 无数影迷悲痛不已 从此世间再无黄荣 四 周迅 金庸最满意的黄荣 内地第一版射雕英雄传 由张继中导演 李亚鹏 周迅等主演 于2003年播出 在当时 影视圈的观众对于港剧的追捧非常疯狂 周迅版射雕英雄传播出后 整体上看并不是非常优秀 有很多人冷嘲热讽 认为内地派的射雕英雄传所选的演员完全不符合原著 他们吐槽的不是周迅的演技和长相 而是吐槽他的声线和造型 周迅作为拥有过九座权威影后奖项的女人 曾经也在演艺事业遭受过一次巨大的质疑 那就是饰演03版本的黄荣 这次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一经播出 便遭到万人群嘲 难看死了等评价 被人吐槽的便是他的声音 早在开播前 便有记者问张继忠导演问到了周迅的配音问题 当时的张继忠满脸自信的说 敬请放心 包你满意 结果开播之后 居然用的是周迅原声 被人吵为公鸭嗓 将黄荣演出了一种宝金风霜的感觉 导致观众们频频出戏 有些跳跃 其实周迅的嗓音如果用对了地方 也不乏是种独特魅力 比如画皮中饰演小微 演出了狐妖折射人性深渊的凉薄感和魅惑感 而在金庸的看法跟观众们的完全相反 他曾说过 周迅饰演的黄荣令他最满意 这结果很让人意外 在金庸看来 周迅版的黄荣是聪慧妩媚的 表示自己特别喜欢周迅饰演的黄荣 不管怎么说 周迅饰演的黄荣在表演上是成功的 但是这一版射雕英雄传整体的制作水平和表演水平并不完美 这也是为什么该电视剧备受争议和讨论的原因之一 5.朱音 最美黄荣 1994年播出的朱音版射雕英雄传深受欢迎 有句话说 如果翁美玲版黄荣是最经典的 那么朱音版的黄荣则是最美的 朱音在这一角色中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原著中 黄荣是一个机智 活泼 爱笑的女孩 朱音在演绎这一角色时非常自然 让人感受到她的活力和热情 而朱音在演绎这些情感时非常细腻 将黄荣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朱音成功地将黄荣这一经典角色形象诠释得淋漓尽致 将她的机智 勇气 善良 爱情等方面都演绎得十分到位 再加上朱音的颜值 所以被称为最美黄荣 如今52岁的她 称得上是不老女神 在巴黎时装周上一亮相就收获一众风采 一头帅气的短发搭配一套橘色的西装造型 又酷又帅的造型完全和以往的裙装风格大相径庭 虽然已经52岁了 但是脸上似乎还是当初年轻的模样 没有任何岁月痕迹 依旧光彩照人 这五位女演员饰演的黄荣 你心目中最理想的是哪一位演员呢 哪一位最符合原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